以Pepaduan Unity Government 作为一个新的组合来面对国门的话 那利潮是否 有那个威胁性 或者是这一方有没有 这个能力 确保就算有 用上街选举 在利潮占了优势的情况下 但是现在加上 国政家希盟 这个是其中一个 变数 新的因素 那希望 在团界政府这阵七八个月安华 领导的政府 虽然还是有各种的挑战 是否已经改变 马来选民 对团界政府 的这个 信任 当然 这次 州选 州政府也会主打 州政府的表现 因为上街国选 州政府的表现 已经不是一个 一个考量 那时候是可能针对国家的课题 变成那个spotlight 都放在 州政府那边 但是这个应该是州选 当然 我们也会把它 变成spotlight 因为 就是我们 回去 选民那边 就是要展示 我们 过去15年 尤其过去的5年的成绩 作为我们 要求选民给我们 多一次机会的 最大的筹码 所以这些都是 在 全国 国选的时候 没有的 因素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 希望通过 这样可以 有这个信心 赢得 超过三分二的多数 区域 而 继续 继续 资政兵州 我们也 举行过这个民调 总结起来 我们 是得到 70% 出 8% 的人 认同 州政府 在处理 经济的表现 对州政府的政策 的认同 甚至对首席部长 的领导 都是超过70%的 认同率的 而且 在民调显示 人民其实关注到的是 人民的问题 包括 塞车 物价的问题 作为两个重大的问题 而不是 所谓 养荣种族 宗教的 反而是 在整个民调是很低的 没有人认为 在兵州是一个 一个问题 所以 当然我们承认 交通问题 是一个 重要的 课题 但是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 继续的 拼这个 交通的课题 包括 换了 中央政府 我们也开始 得到重视 希望 在 如果在 中央跟 州一条线的 政府 对 对兵州 未来的基本 建设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 有这个优势 我相信 人民也会考量到这个因素 如果选择反对党 跟中央 不一样的话 也可能 面对之前我们面对的一些 课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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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